大家好,这是4月28号的9点半 美国是1036305 治愈了118393 死亡了59053 离6万只有1000 加拿大是51150 治愈了19231 死亡了2953 纽约是30万1489 死亡了23134 新泽西子113856 死亡了6442 马里兰 马赛诸塞 58302 死亡是3153 伊利诺伊 48102 死亡是2125 加里夫尼亚 46164 死亡是1864 德克萨斯 26357 死亡719 内布拉斯加 3517 死亡56 哈威尔 夏威尔 夏威尼 夏威尼是609 死亡是16 怀克铭 536 死亡是7 这是美国今天的数字 他说是8月份 死亡到6万 现在已经到59 现在是4月28号 现在是特朗普 也是给他天天通报会 星期天也停了 而且现在拜登 就是发推说 我没想到自己要说这句话 不要喝那个挑白剂 所以说这一次 特朗普因为 经常就是说一些比较 自己随心所欲的话 然后这一次是 遭到了媒体的套罚 包括全世界的媒体 都在反复放特朗普 当时说要喝那个消毒剂 治那新冠 还有要阳光注射到体内 这个东西 他后来是澄清说是 开玩笑 是那个嘲讽 结果现在大家都没有听他的 这会不会成为 压倒特朗普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我们现在在拭目以待 现在是民主党 已经抓住这个机会了 进行了反击 巨大的反击 所以是现在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是期待着 美国的各个州 能够逐渐的复工 谢谢大家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大家 谢谢收看 再见 拜拜